上文书说道 这得是干什么的呢 怎么上来就打呀 财荣和赵黄印也奇怪 他是谁呢 来的这个白袍小将 正是财荣的仇人 高兴邹之子 高怀德 号叫高艳平 财荣和高艳有杀附之仇 正四处派人抓 没有找到高怀德 怎么能自投罗网 这里有个原因 三年前赵黄印到高平关 借人头 高兴州自信儿子 依照高怀德 就要杀死赵黄印 辟付报仇 多亏高夫人从中逛说 又有高兴州留下的遗书 不让儿子不担心中 高怀德无奈 才保证母亲扶灵回原籍了 财王登基之后 派潘真美去抄拿高家满门 高怀德呀 已回到老家去 他老家在哪呢 老家住在山东东昌府 雕阁岭 瓦斯铺 高家营 他到家之后 有亲戚朋友帮忙 把高兴州安葬入土 把家人都打发走了 女儿俩过去 辛苦日子 高怀德每日西文练武 高老夫人超吃家务 转眼三年过去了 高怀德的能力大见长进 可是家里的急需也挖光了 日子是越来越艰难 高夫人整天就愁眉不整 人到难处想冰棚了 这天晚上 女儿俩在登前谈论王爷生前的好朋友 谁能帮我们一把呢 哎 高夫人呼啦想去件事 儿啊 不认犯愁了 咱家有门好亲戚啊 你投亲去吧 娘啊 你说的谁啊 赵匡燕呗 啊 赵匡燕他和咱们有什么亲戚啊 哎 你还不知道 你赴临终前谁已定的亲 是赵匡燕的抛妹叫赵美容 现在有他家的玉佩为政 还有耕听 你可以定亲投亲 咱俩俩不就不受穷了吗 娘 当初定亲是赵匡燕有情于我家 现在他是皇上玉帝 认不着我们了 咱们成了老百姓 他能认吗 别忘了那句话 穷在街前 无人问 富居深山 有远亲啊 孩子 你也别把人情啊 看得太薄 你没去见他 怎么知道人家不认呢 在手里有赵匡燕的玉佩 赵美容的更亲 实有其事 也不是贸认关心啊 你就去他 他要能认下呢 更好 要不认 也算你进京 开个眼 散开心 回头再想别的出路 有病还烂头衣衣呢 哎 进场经我都是愿意 可是 从山东到汴梁 路途遥远 这路飞怎么办呢 高夫人 伸手在头上 摘下根金帆 又把耳朵上带着金钳子 摘下来 逼给了高怀德 娘 就这两样吃钱的东西了 你把它卖了 坐盘去 哎呀 娘 要是都卖了 你老使什么呢 嗨 别干骨头刀 带两个小葱刀 不是一样吗 东西有了质 无了气 三出三出过到老 没什么 高怀德还没有眼泪 把首饰变卖了 买了一身新衣服 又把钱分为两半 一半给母亲留下 另一半带在身旁 高夫人又给赵匡验写封信 把更天玉佩交给儿子 娘啊 在家等着 要是认下亲 你才派人接我 要是不认 你可快点回来 别在外边耽误啊 哎 高怀德点头 然后戴上青马和银装眼 和别母亲 当城上路 一道上 省师姐用 探风速路 日夜奸程 非止一日 这一天来到了京城 高怀德一看啊 哼 不愧是国都 三节六市 非常热闹 便良 有72座花酒馆 36家管仙楼 真是花花实际 他先找个小店房住下 打声一下赵匡验 住在什么地方 他再没带京城 你等他用耳朵这么一走啊 才知道赵匡验这个官 现在可太大了 是殿前的都田点 皇上的御地 高怀德有点生气了 哈哈 赵匡验 你这官是哪来的 是我爹 拿命给你换的 没有我家人头 郭威道把你给杀 现在你官居显位 位列单才 就忘了我们摩德 三年来你连个面都不见 就冲这个 我飞到府上 寒善善善善你不合 你要敢小瞧我高怀德 我问你家得翻个个儿 他思思想想 就来到了双龙将 赵家的门前 你看这片宅院 修得太阔了 前边是官厅 后边是住宅 左右带画院 新秀的门楼 尤其彩画粉刷一新 黑油大门 开了办事 关了办事 门前铺着汉白玉的台阶 两旁有双马的庄角 门前呢 扫着吵刺 急舞 两本轿子地上 都不沾土 大门里外 都有人把守 除了车辆和家人进出呢 都从旁边的侧门 高怀德应该到小门那 找家人说话 今天呢 有点生气 加上他过去在高平关 是说一不二了 除了帅府 没走过侧门 多大的官 见着他得叫就少爷 或者叫少帅 我到你赵康健家 也不能低气 我是你们家的 古老爷子 你们欠我们家的人情 想到这 大摩大样 甩一蹬下马 把缰绳 拴在了装角上 守门的判见可不让 哇一下子 来了五六个 手提着黑红棍子 你想啊 赵康健是皇上的御帝 统领三军 手下的人呢 没白家 说话气也粗 嘴也大 冲着高怀德 直白眼皮 哎 干什么的 这是你一拴马里边吗 哎 高怀德不疑问 那么你说 我这马应该拴在哪块呢 啊 拴哪呀 你爱拴哪 拴哪 这个门口可没你地方 这个这个 快走快走 高怀德被说的脸吞得红 你们横着吗 你们招肩点 就叫你这么说话吗 员员员 你太急了 不这么说话怎么说话 哎 啊 嫌我们横了 我们还给你得做个衣是怎么的 你不是那块溜 要是皇上到这啊 我们还磕头呢 你没那个能的 看你那个样子 还往这个门口站 快走 高怀德是强牙怒火呀 心想 办正事要紧 别跟这些人置气 他们不知道 我们两家上不知者不贵 想着平心静气的说 呃 我到这是找赵监点的 请你们到里边回一声 就说来的贵客 叫他大闪一门 头门宣灯 二门挂踩 吹三痛 打三痛 迎接你们府上的交客 快去 这一说啊 赵府的家人和战场的官兵都不干了 哎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你不怕风大三的舌头啊 看你长得有鼻子 有眼睛 晶晶晶晶晶的 不像风魔呀 出什么节你呀 你还交客呢 回家交去 这会儿没人交你 出嘴 我是赵府的孤老爷子 你们敢一脚犯上 啊 你还孤老爷子 我看你是贸任官亲 找我们官姑小姐的便宜 揍揍揍揍揍 呼拉一下 六人一拥其道 举起黑红棍子 照着高怀德头上 往下就拿 高怀德 两个胳膊左右 啪啪一轮 再看这六个人呢 跟下饺子一样 劈的啪啦 全倒下来 哎哎 你还哪人 是你们惹到 不用你们通报 我自己进去 说完 蹭蹭蹭 不要往里走 刚要上台街 哎 就在这这儿 从里边走出一辈 年代的老家人 心一变貌 再看 老人面带慈祥 方才是 他全瞧着 冲着刚刚爬起来 几个人喊 干什么 咱们老爷 没少说过 不许给他老得罪朋友 不管谁来 都好好招待 你看 你们就是不听 老爷回来了 还不帮他们提巴起来 上次我也说了 我们主人 自一辈子一辈的 都好交友 你们也在学学 你看一看 我一眼没叫喊到 又得罪了这类功词 你们是怎么回事 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呀 是 空会 是 就这几句话 把高快德的气 给说消了 再看这位老人 上下打量高快德 来到了近前 满脸追笑 抱全兵手 哎呀 烧壮事 刚才手下人 多有得罪 我给你赔礼了 我是府上的总管 叫赵安 有话 你跟我说 别跟他们生气 您是从哪来的 和我们检检大人 是什么朋友啊 哦 我是山东的 到这头亲 你告公赵监点 说我兴高的来找他 就行了 高快德说这话 赵安一般打量 心里琢磨 山东的心体 我们赵监点 是洛阳人的 没听说山东有心气 这怎么办呢 他既不敢留 又不敢漫代 因为不知道真假 便圆滑地说 哦 对不住 我们检检大人 陪皇上 到教场 支了兵去了 天黑才能回来 把您的明信留下来 一会儿 我转告 哦 那就不用了 我去找他 教场在什么地方 老家人 把去教场的路线 告诉了高快德 怀德 解剑马江绳 直奔教场 等他来到教场里就瞧 里边有不少的百姓也进去了 他也随大肉进去了 挤在人车里看热闹 那王前庆举志时 拉硬弓 射箭牌 耍大刀 武钢鞭 他全看见了 心里很赞成 哎 这人能为 可不小 高快德爱惜王天庆 他正看了入神 没想到 王天庆 说大话 指名道姓的 提高兴舟 又提高四季 高快德 当时我壮顶梁 闹了半天 他是我的仇人 这是霞目相笨 在这碰上 我非要这饺子命不可 所以大马力声 王天庆 拿力 来 吹马民箱 话道人道 就来到王天庆的码头 也不聪明 也不到姓 是斗香变色 王天庆 学马躲过这一枪 妈 朋友 人过流明 你愿过流生 你懂不懂 人过不流明 不知张王李赵 愿过不流生 不知春夏粗动 你连个名字都没有 还下场干什么呢 我不和你打了 住口 你家少爷是不乐意报名 一报名 怕把你吓跑了 嘿 我胆子还不罪那么小 你说说我听着 我看有能闻你 要问你家少爷 是江文之子英雄之后 高斯基之尊 高兴周之子 我乃高回德是爷 我祖父 死在你爹王艳章之上 你不但不替你父认罪 反而在广众之下 出狂言说大话 救到我的老祖宗 今天我来报仇啊 王天静听完 这才明白啊 哎呀 原来是冤家对头 心高的 总然就是有仇 你能怎么样啊 就你还能把我如何如何呢 你爷爷那么大的能力 都不行 倒是我们老王的人 手下的代价 你这尊这尊的 还能得便宜啊 我看你是死碎的 高回德也不答言 催马铭枪 往前进招 王天静急忙 结价相关 两人是站在一起 刚才高回德说话声音 虽然大 今天呢 风也特别大 所以周围的君族听不在心 六台上就更听不着了 光看嘎巴嘴 不知道说什么 只见两个人 话不投机 个不相让 以死相拼 这两个人一拼命啊 周主财荣可高兴了 这是那句话了 没有乌铜树 捡不进凤凰来 没有王天静 这员大将 不能用来个白袍小将啊 这个白袍小将 千万好啊 哎呀 对王天静还有高的地方 这是又圆虎将 国家将心 必出良将 准是老主 在天之灵 暗中保佑 来呀 给他们雷鼓 助威 吃 进去下边 大梦不较父皇梁,往日也见将军战,不像今天这一场,两个人好振的厮杀,打了有十几个照面, 交场的人都看出门头了,白袍将的枪法超纯,王天庆白贼, 王天庆是有前进,没后力,有勇,少谋,上去很猛,越打越没劲,枪招越乱了,越乱了,越着急,越着急,越使笨力气,越卖力气,越打不着。 交场的人都替两人使劲了,高怀德一看,别打了,干脆,把他打不着得了,想着这,猛然高怀德卖个破绽, 狂鼓王天庆尽招,王天庆不知事迹,一还要有便宜,急忙用了个千里加冰,冲出钢筋,用足力气,往事就打, 噢,变化风声,他以为这一边呢,准能把高怀德给砸起,哪知道,边也落下来了,人呢,也没了,把他省的链链,差点从马脖子上出了下去,高怀德哪去了,就是在边往下一落之时,高怀德左脚一带动,右脚一场当,马头啪一打折,躲过去了, 吓得王天庆,收住招数,二次一举枪,还没点落下来,再看高怀德,双手拧牵,啪,脖蛇促进,拘奔王天庆的耿嗓咽喉,这小子再想躲呀,来不及了, 吓得他,把眼睛一闭,脖子一伸,想试试这枪啊,坏不坏,只听着,哼,正中耿嗓咽喉, 王天庆,连叫,被门叫出来呀,钢铁和大枪,啪啪一声,扔到地上,随后,高怀德鸣鸣把往这一盒插了一波了,此时沾落马下,高怀德又怕他没死,遭活罪,又给他捕了一枪,当场是绝技身亡, 这一来呀,交场的人吓得是目瞪口呆呀,半天也没瞑目过来呀,新的话是怎么整死一个呀, 一会儿有人高喊,好,好,天好,这位才是国家栋梁,好啊! 论说呀,叫场比武,伤人的时候不少,不一定呢,就都得低伤队鸣, 可是下边这边人呢,都有点偏向高怀德,怕他吃亏,故死,一口通声,很好,这一支持高怀德呢, 那当然对他有利益了,高怀德此时长长的出口气,体里这个痛快呀,嗯,总装给我爷爷报仇了, 他把枪上的血在王天庆的身上擦溜擦,挖在安桥上,搏马,他想走,哪知道,五壮人朝兵,攒住了码头, 装士,别走,请您到乐舞台上回话,嗯?高怀德想上乐舞台干什么呢? 又想,是啊,反正都给扎死了,哦,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那哪行呢?去就去呗,好吧, 高怀德水灯下马,有军兵把马接过去,随后跟着逃兵,登乐舞台, 当他来到台上,文武官员以及台荣台头的妹桥,没有不声大墨哥,赞成的,嘿,好, 这个模样长的,太顺流了,他这是开示大级的,我的上征见习, 二十多岁,面自银盆,细眉朗目,鼻子口证,齿白唇红,像个银娃娃一样, 别看衣服不新鲜,很有风度,年纪不大,十分稳弱,二目放光, 这些人可叫他战权了,能带好,模样也好,柴容乐的,眉才眼笑, 赵黄印柴头一看呢,哎呀,这不是高怀德吗? 当时下的脑袋翁立生,差点得了高血药,赵黄印呢,认识高怀德, 因为他在高平关窃人头的时候,高怀德要杀他, 下的赵黄印,从窗户跳出去,躲在窗外,把窗户眼儿抠了个窟窿, 往里边瞧了,你别看高怀德不认他,他可认识高怀德, 哎呀,怀德兄弟怎么上这来的呢? 难道他不知道财王和高家有杀户之仇, 你上这来不是自找苦吃吗? 这可怎么办?想来也来不及了,把个赵黄印吓得, 脸儿都绿了,高怀德还不知道呢, 大模大样的来到柴融的桌前, 曹冰给引荐, 庄氏,这就是当今天子, 高怀德用眼皮聊了聊, 联邦势力,草民参见周中万岁, 啊,将军,免礼,高怀德往旁边一闪, 柴融又仔细地瞧了瞧, 庄氏,枪瓦惊奇,无意超纯,贵心大名啊, 啊,我叫高怀德,啊, 柴融听到这话, 竟像叫蝎子折了一下子一样, 突然就站起来了, 你是哪里人士? 原地山东东长府叼个领, 袜子破人, 后驻高平官, 你祖父是谁? 阎潘大帅, 白马银枪, 高四季, 要这么说, 你爹是高兴州, 高耀子了, 正是,柴融听到这, 怒鸿心头起, 鹤像胆边声, 啊, 你就是高怀德呀, 高怀德, 你好大的胆子, 我和你有浮宫待天之仇, 你还敢进京? 这真是踏破铁心无迷住, 得来全部废公子, 正学你不闹, 找你不找, 今天你刺头罗网, 来呀, 把这贼子捆上, 砍下人头, 为仙皇报仇, 炸, 一句话落地, 过来几个飙行大汉, 各个像凶身样, 望身一用, 英拿战区一般, 抓住高怀德, 神魂所放, 望下就对, 高怀德弄得莫名其妙, 西翔怎么一报名都宰我呀, 为我爹高兴州, 不对呀, 我爹死了, 我跟财神没仇啊, 高兴州和郭威有仇, 与财神无关, 张总, 慢, 你叫我死个明白, 我和你有什么仇, 你得说轻啊, 警告的, 亦是明知顾问, 还是装糊涂, 我不知道, 那好, 我叫你死的明白, 我父亲就柴手里, 在世的时候, 以泛散为业, 二十年前, 我父亲散散要过高兴棺, 过关的税负太重, 我父亲拿不出钱, 被君子绑上, 去见你毕业高兴州, 也是我父亲脾气太高, 在大藏之上, 骂了高兴州几句, 那老贼脑心承诺, 就把我父亲吊在白石膏杆上, 乱借射死, 高兴州他死了, 可是这个仇至今没报, 今日是负债子温, 冤冤相报, 你说你死的去不去呢, 高贵德听了这话, 如梦方醒, 哎呀,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可惜啊, 这件事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 我娘也没讲过啊, 要知道, 我也不能进京啊, 真像他说的那样, 是我父亲不对, 不怪柴仲杀我, 我给祖父报仇, 杀了王天青, 柴仲杀我, 替父报仇, 有什么不对, 可是如果我死了, 这都没什么, 我娘怎么办呢, 要是不像他说的那样呢, 那我死的就更冤了, 我进京城还没等见到赵匡敬就落到柴仲之手, 天哪, 谁能救我呢, 也不知道赵匡敬再没在台上, 要是在这, 你可该出头露面了, 难道你也怕柴仲, 见死不尽, 坐在台上, 袖手旁观, 太热闹, 想着, 他扭头往周围瞧瞧, 台这人那么多, 他上哪任去啊, 他又没见过赵狂一面, 光信武先说, 是个红脸大汉, 他是四处一张望, 压他的兵兵不让, 照他脑袋, 把他就这一拳, 看什么看, 再乱看被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走, 高怀德把头低下来, 哎, 完了, 我是没救了, 赵匡敬哪, 你真是白眼狼啊, 其实啊, 赵匡敬在柴王身旁啊, 比他还高级呢, 那真是如坐针毡, 心想怀德呀, 你这是要我命啊, 你怎么不到我家里去偏偏上车来呢, 真要有个好歹, 我对不起死去的高王爷, 也对不起我妹妹, 怎么救, 幸好接亲的是, 柴天子不知道, 要是叫万岁知道, 怪罪下来, 我也吃对不起呀, 今天喝醉我的命不要了, 也得救吴贵德, 怎么救呢, 他一时没了足以, 急得是抓耳挠腮, 坐立不稳, 看猪子顺着鹅脚, 劈了啪了, 往下直滚, 赵匡敬的一举一动, 被护国军士苗光义看见了, 心想奇怪呀, 杀高贵德, 赵匡敬怎么这么着急呢, 其中并软故, 尤其那高贵德是个人才, 有斩将多奇之勇, 被杀死太可惜了, 怎么能尽去他呢, 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万岁, 大欧亚流人, 哦, 君师, 你有何事, 万岁, 我有几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吧, 请问, 你父亲死在谁手, 高兴州之手, 是啊, 那为什么要杀高贵德呢, 因为他们是父子, 万岁, 这就不对了, 负债责还呢, 这是, 强词独理, 前朝有不着利, 可是我主与历代皇家不同, 是有道民君, 仁德治理天下, 应该是冤有头, 债有主, 不应该一人犯罚, 珠连全家, 当初高兴州杀你父亲的时候, 高贵德只是几岁的个娃娃, 再者说, 你父亲的仇已经报过了, 嗯, 什么时候报的, 你想啊, 你父亲被高兴州杀死, 反过来, 高兴州又被赵黄敬逼死, 这就一命逼一命, 这仇不就报了吗, 再说冤仇一劫不一劫, 如果你替父报仇杀死高贵德, 高贵德要有儿子, 带着万岁贯账, 何时是个疗手呢, 还是饶了高贵德吧, 柴王听了这话, 一阵的冷笑, 描写上, 我真想不到, 你向着高贾不让我报杀死之仇, 高兴州当官, 高贵德也跟着降福, 富贵子荣, 他接半怕, 他也逃脱不了, 你不是说, 他有儿子得找我吗, 我先给他残草出根, 哎呀, 残下, 人头, 牛光义看看赵黄运, 赵黄运看看苗黄运, 心的话这可完了, 怎么办呢, 忽然, 牛光义眼珠一钻, 记上心头, 我只有这么这么这么的, 才能进出高贵德, 准备下判了,